現在自助洗車 客人已經把洗車當作是一個運動 所以說大家不只是把它當作要讓車子乾淨 它需要一個運動 然後藉由洗車這個東西 這個活動 這個場所來達成 我大概兩三天洗一次 就是怕車子髒啊 像我們平常就是下班沒事嘛 那我想說可能約朋友一起來洗車 算是一個簡單聚會的地方 他們從場內規劃設計 然後到他的設備品質上真的是不錯 只要跟他講說你可能要加的東西跟特例 大概討論一下他就會幫你加上去 就是每個場主自己的想法 就是一個小天心的服務就跟他們講一下 然後他們OK就幫你設計 社會經濟型態的改變 然後我們自己又做自助洗的行業 已經做了很久了 對於其他不一樣的特點就是 我們有完整的一條龍服務 從無到有加盟者 或者是投資者 你只要把你的構想構思 跟我們講 由我們替你實現 不管是你不懂水電 不懂土木 不懂工程 都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有專業的團隊 在做這個部分 我們所有的設備 除了一般像 會在蜘蛛洗車使用到的 像沖水泡沫都有之外 當然我們著重在場地的規劃 排水布置 還有給客人進去的觀感 我們希望來的客戶 都可以享受到 汽車美容一樣的服務 所以說我們會把設備 佈置得跟汽車美容一樣 其實他們的設備 我最喜歡就是他們原端服務 因為像我們加盟這種 無人管理室的廠子 那後端服務 是我們最需要的一個設備 那比如說今天我有事 沒有辦法在場內 那客人使用上有問題 那我就可以遠端 把金幣投到機台上 讓客戶去使用 讓我們有空回來的時候 再來做維修服務 像現在很多 我們開創的事業 有很多合資的部分 他最希望看到的就是 我們的雲端 帳目的分類 他有分業主系統 還有分消費者系統 業主系統的部分的話 把帳戶分本別列 所以說他們這些投資者 更能清楚的把帳分清楚 針對消費者 我們還有會員的部分 我們提供他優惠 讓這個會員的回流率會更高 因為像市面上一般的機器的話 就是一個功能可能會佔掉一個設備 相對來說 會濃縮洗車的空間 所以說我們是把機台分離化 把機房放在每個車格裡面 所有的功能會在一個投幣器 我們是說九合一 我們除了投錢之外 然後用QR Code的話有沒有 用手機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再來我上面所有的功能 最重要就是套餐的部分 目前都是設定大概在40分鐘左右 然後我所有的功能 都可以讓消費者無限做使用 他的會員其實也讓我們很方便 我們可以說不需要帶錢 他用手機就可以做付費的動作 以前的時候你要一直投錢 你要準備一堆零錢 現在這個不用 有一個套餐器讓我們 所有的想用什麼就用什麼 其實自助洗車它已經做了二三十年 只是我們這五六年間 我們把它做一個整合規劃 然後幫它做一個企業化 才把現在自助洗車市場打起來 因為我們目前已經 北中南其實都有據點 我們是希望可以讓人間度變更高 讓加入我們的夥伴越來越多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你把你的事情丟給我 我替你去完成 讓我們的專業成就你的未來